欢迎收看订阅 欢迎收看订阅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星 阿星现在在四川省的自贡市 今儿这期视频咱尝一尝恐龙 不是 咱看一看恐龙 因为来到自贡这里有三角一定要欣赏 是盐 龙 灯 这个盐可以去深海景看一看景盐 然后龙可以来这里是恐龙博物馆 这里出土的非常多的恐龙化石 然后灯 自贡玩灯的历史有上千年了 每年都有盛大的灯会 可以看一看灯 今儿这期视频咱了解一下侏罗纪时期的恐龙化石 然后再尝一尝美食 走着 大山铺恐龙化石群 四川恐龙锅 自贡它是个窝 你要问我咋知道呢 这是馆长 我表哥 虽然我表哥今儿不在 大家得买票进去 买票 咦 看我发现一个啥 侏罗纪地层与古生物研究中心 然后这还是监控 这是办公区域游客直部 最关键的是 这是一个铁门 这个铁门就开了一个这么小的缝 我进去都费劲 突然让我想到 周罗纪公园的电影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说不定现在科技 已经把恐龙磕隆出来了 就在这里头 想一想 现在就感觉 再抱刮不起来 能得恨 人家们不说 就看这个头 这都算低的 我往这一站连个腿都不如 这么大个头 你说这一顿饭你吃多少 怕是五六碗面吃不饱 自贡的恐龙博物馆 是世界三大恐龙博物馆之一 它拥有侏罗纪时期 可以说是最全的恐龙化石种类 像霸王龙 剑齿龙 迅猛龙 还有小神龙 小神龙还没有 这有意思了 全是小朋友做机械的假恐龙 我看有个小姑娘都吓哭了 其实我想做 我打听了一下 人家说 给多钱都不让你做 为啥呢 害怕你把人捏歪了 太夜了 夜死人了 这个天气出来真是受罪 逛完恐龙博物馆 咱去旁边有一个叫大山铺镇 寻找美食 寻找美食之前 咱先吃辣冰棍 太惹了 从恐龙博物馆出来 每走多远就来到了大山铺镇 这个小镇你看到没 非常的复古 上面还是青蛙 咱要吃个啥呢 就是凍敲手 就是这家小店 这家小店看着更复古 来 然后多来一碗水啾 来一碗干蒜 干蒜 大碗小碗 大碗 多来点辣椒 時侯 咱们吃起来 这样的小店里头严洁而坐 在青蛙底下吃这碗超小 特别有感觉 咱先给它拌一拌 干拌本地就叫干淡 我觉得这个更加入味 其实很多人是吃红油 就带点汤 你看底下这些辣椒 当地人可不叫辣椒 叫海椒 海椒 糊糊的那种感觉 一闻下去我还没吃 立马就感觉来到了四川 真好吃 它是分两个层次 一个就是这个超手很好吃 肉馅很大 它其实就是大的馄饨 所以吃起来口感特棒 关键时候就是它调的辣椒汁 海椒是啥呢 其实就是红红的辣椒 当地上了年龄的人一般会说海椒 年轻人会跟你说要不要辣椒 辣椒是以前国内没有的 是进口的 从中南美洲到了中国 舶来品海外的 就叫海椒 还有的地方叫翻椒 这个翻也是舶来品外来的意思 你看翻椒 海椒 辣椒 一回事 不是说来到这了 怎么吃海椒 这没有海是不是 一个意思都是辣椒 鲜香麻辣 就是这种鲜嫩的纯猪肉馅 这个炒手其实就是馄饨 广东那边叫云昆 江西叫清汤 新疆 新疆阿兴去新疆拍的叫曲曲 还有福建叫扁食 其实都是一个东西 就是可能大小不一样 然后包的馅也不一样 这家主要是红油料汁绝了 就是不是馄饨 全是面片都好吃 其实这个馄饨它正常的发音 不应该是馄饨 应该是馄饨 是北方的食物 这不是南方的食物 是相传在汉朝的时候 北方的匈奴干扰边疆 经常自饶百姓 当时他的匈奴里头有俩首领 一个是吞士 一个是魂士 就是魂吞 当地人就弄点猪肉馅 然后包成小三角的样子 煮到锅里头 意思是恨之入骨 把这俩部落的首领恨死了 煮成魂吞来吃 从北方就一直传到了南方 所以说做生意真是不容易 尤其是餐饮 我在这都热成这个样子 在汗 你看老板在那下熟着一个锅 这些锅热 跟蒸桑拿起来 吃完这个超手是嘴里麻的欢 麻的跳 虽然很好吃 但是这个量也够我是塞个牙缝 吃完这个离着不远的一个地方 吃一碗面 这个面和它的风格截然不同 这个是又麻又辣 那个是清清淡淡 好 现在就到了地方了 长生面 这名字起得好 长生 是不是吃了长生不老 不过这个面是有点那意思 咱一会尝尝说 专用停车场 这英文那句话 生意做便不如卖面 生意周边不如卖面 卖个面都有停车场有意思 来 来给我来一碗面 好 为什么呀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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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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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面看上去一点不自贡 连点辣椒都没有 看一下这碗面感觉非常简单 就是鸡汤面 上面有点葱花 带点鸡油 这是党参 然后当归 山药 白果 它应该还有沙绳 然后就是这样的鸡块 这个面条是比较宽的那种 它应该也有一个细面 这个是宽面 全是手工的 鲜美的鸡汤 中药味特别重 一口下去感觉跟喝江西的瓦罐味汤 还有点像福建的炖罐那个汤 就是非常滋补 再缩一口面 这个宽面我爱了 一般来这种川鱼地球 全是那种细面 这种宽面还比较少鲜 跟面可以 这个面的口感有点像陕西的面条 有点像七山面 七山面就是薄金光 这个面看着白白的薄薄的 但是它不沾 非常的筋道 虽然在一个试辣的城市 但是大家能接受这个面 证明这个面肯定不简单 长生面 刚才看到里头有各种中药 是不是就长生不老呢 还真不是 为啥 这个老板他就叫长生 所以叫长生面 所以大家出门在外 行走江湖一定要加小心 以后遇见什么海参面 鲍鱼面一定要搞清楚 万一这个老板姓刘鲍鱼 张海参是不是 这个面也挺筋道的 有点有嚼劲的面才好吃 你们这个店开了多少次 十多年 十多年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我们也听着名气过来尝一尝 对 真是不错 虽然肉也挺好 面也挺好 但是最好的还是这里做汤 如果汤不够喝 我看那有一个免费自助汤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汤 还是面汤 咱去来一碗 真的是这个鸡汤 免费喝太好了 来点葱花 勺子很别致 不别细 这个不是鸡汤 是骨头汤 比较清淡 因为他家除了这个清淡的面 剩下的全是带辣椒的 比如说牛肉面 肥肠面 都是辣椒 所以说他配了一个清糖 除了面汤肉 这里头的中药也是能吃的 人家还给的你挺多 这是山药 喝成这个党参 这个中药已经完全炖成了 就像榨菜一样 因为它很咸 吸收了鸡汤的味道 所以说在里头 根本感觉不到它就是一个中药 感觉就像是一个小菜似的 明天没上班再做 好 这碗长生面我就吃完了 吃完这个长生面我突然感觉到 今天我这一个流程 特别适合一家老小 这怎么说呢 比如说自购博物馆就适合小朋友 开拓眼界 增加科学知识 还能看一看恐龙 麻辣超手就适合青年的朋友 又麻又辣 麻得跳 辣得欢 然后养生鸡汤就适合中老年朋友 喝点鸡汤长生不老 整个一个流程转下来 一家人绝对打不了价 好 那就这样